台北市長蔣萬安跟著三道猴子一起跳舞 活力十足 同時推廣青年進劇場看藝術活動 蔣萬安笑說自己是即興演出 藉著這次宣布響應文化部成年禮經政策 讓北市青年免費看表演 我覺得你可以增加一些文化涵養 B 那太難了 不會啊 你可以多看一些表演藝術 在台北就有很多很多的表演 像是最近有兩個國外的團體 有七手指特技劇場即將帶來的Bass & Jazz Bass & Jazz 還有英巴爾本海姆即將要演出的Blee Blee 還有兩個國內的團體 有很會說故事的故事工廠帶來的 倒數婚姻啊 倒數婚姻 現在有一個很棒的專案 叫做你看戲我買單啊 免費看戲這麼棒 該不會是詐騙集團耶 他有一些條件跟規定啊 等我查到了我再告訴你啊 B B B 我想起來那齣音樂劇的名字了啊 劇名是海角七號音樂劇 其實我要先謝謝全民大劇團 這個迷你音樂劇讓我有機會噶一腳 雖然說這是第一次能夠邊唱邊跳 但是我覺得歌在其中非常的不一樣 很興奮 那同時我也要謝謝故事工廠 在去年讓我參與了我們與二的距離 只用高了一腳 那也是我第一次站上我家戲劇院 然後呢面對這麼多的觀眾啊 所以我才了解到其實戲劇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特別要站上舞台 面對這麼多觀眾 事前很多的排練演練 更不用講 其實整個劇團背後 還有很多包括寫劇本 包括燈光 這個影響 我想這都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團隊 以及未來我們怎麼樣 讓這個產業能夠活動發展 我也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才剛剛從韓國首爾回來 這一次去首爾 我特別去看了首爾大學路劇場一條街 我要跟大家報告 其實之前我就有聽說 大學路這一條街上 上面都是很多的劇場 大大小小 但事實上它不是一條街而已 它是整個區塊 我去了以後非常的驚豔 他們主要的負責人 帶著我幫我這樣介紹 光是這個小小這個區 也不叫小小一區啦 他說我們當天晚上去看 大概只是他們的小小一部分 就有兩百多家大中小型的劇場 而他跟我介紹 不是有話劇有音樂劇 最讓我好奇的不斷問他 為什麼韓國有這麼多人喜愛走進劇場 去看這些表演 他反而覺得我問這個問題很特別 難道在台灣你們沒有這麼多人喜歡去看劇嗎 而且他們百分之九十八看劇的都是女性 這也是非常非常令我感到驚訝 而且他也跟我講他們相關的整個產業是非常的成熟 不只是剛剛談到的編劇 寫故事 表演者背後的音效 音樂 燈光 包括整個售票的平台 以及他們怎麼樣去跟國外談授權 以及授權了以後怎麼樣改編 而且甚至做得更好 他說他們改編以後在韓國首爾表演 很多原創的這些創作家邀請他們到海外去表演 所以我想這個都非常值得我們借鏡跟學習 也因此我們文化局特別推出 你看戲我買單 針對年輕朋友18到21歲 涉及在台北市 透過我們的台北通APP 就可以登錄籌籤 我們提供了三千個座位 在11月份有四檔戲 非常精彩 就是希望慢慢培養年輕朋友 能夠有機會去體驗到劇場去看戲 同時愛上我們的戲劇 我們也要給這些辛苦 從事相關戲劇產業的夥伴跟朋友 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我想我們需要像韓國首爾他們這樣子 政府願意投入大量的資源跟支持的力量 配合民間的企業 以及結合我們這些優秀的創作者 表演工作者 大家一起努力 我相信台北我們一定也可以做得到 猴子有三道 土地 土酒 土本手 四檔節目切合青年族群 期盼讓青年朋友走進劇場 清零劇場感受豐沛的表演藝術能量 另外台北勢力交響樂團和台北勢力國樂團 共推出29檔演出活動 開放成年禮經五折優惠 希望喜歡藝文的年輕朋友能夠享受藝術的美好 從而支持藝文產業 記者問軍 台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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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問軍 台北報道